我基本上就是改這些東西 那改完之後跑應該是ok 然後那再來 不過還是要 經驗值 我看有個同學還是經驗值不太夠 還是容易有卡住的地方 多run幾次應該會比較 越來越熟悉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 我要做出像我們那個清單下拉選單 你們然後拿一個你要針對業務就有業務 產業別就有產業別 產品就有產品的話 那就是怎樣把它歸納出來 基本上需要修改的 其實就是幾個地方 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數字可以變成一個變數 比如說我用r r等於多少等於4好了 那以後把這個4都改成r 另外呢criteria有沒有 這個也可以抽離出來 這個可以給他一個s好了 s等於他 那這個就是給r的話有沒有 所以其實可以抽離出兩個變數 一個r r是指第4 第4欄的意思 s的話指的是criteria 跟那個什麼呢 跟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沒有 name的地方有沒有 我們的名稱 另外還有什麼呢 我們將來要選取的這個名稱 這個s也是一樣 所以s可以有三個地方 會需要用到 那那個range的話 這個r的話有好幾個地方 會用到數字 所以呢 如果把它抽離出來 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就是這個畫面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就是r等於4好了有沒有 然後s等於什麼呢 等於續次1點 就是這個這個sales 這個實際上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的項目的內容 然後i 這個i 豆點r就是第幾 第幾欄的資料 也就是我 就產生一個那個清單之後 然後